2019年3月,家住陕西神木市的张娟,冲进了一家汉堡小吃店内,以该小吃店内一名女员工破坏了自己的家庭为由,动手殴打对方,接下来的一幕却让张娟被判处刑罚,女员工的妹妹李莉与妹夫将张娟往外拉拽,张娟在挣扎过程中踢到了李莉的肚子上,6天后,李莉肚子里刚刚17周的胎儿流产, 近日,张娟因犯故意伤害罪,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,缓刑一年又6个月,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,李莉1.5万余元 庭审时,张娟及其辩护人所做的是无罪辩护,我当时也怀孕了三个月,他们人多,我有踢过,但有没有踢到他肚子上,我不清楚 张娟的遭遇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和争议,孕妇在被拉拽过程中挣扎踢脚,是否能认定,存在故意伤人 记者注意到,在检方以及法院认定的事实中,也并未有张娟故意的表述 有网友发表观点认为,张娟替被害人的肚子,这样的行为本身就具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意图,不论他能不能遇见被害人会流产,受伤,也不影响他的定罪量刑 但也有观点认为,张娟自为一个孕妇,在遭遇两个人推、拉、拽时,手被控制住,挣扎中做出踢打的动作也能理解 如果他没有故意要伤害被害人的心思,整个过程都是以一对多,张娟的行为更像冲动下的自保,更像过失行为,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1月1日,记者联系到张娟的代理律师,他透露为了稀释名人,张娟愿意交2万元赔偿款,争取缓刑 一审后,张娟也没有上诉,但是对方不服上诉了,现在案子正在二审中,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是存在问题的 如果有问题,相信二审会进行周证,针对网友的争议,有记者采访了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永红 他认为,现在网友争论的两种观点都有道理,孕妇腹部受到打击这是肯定的 但是这一打击行为到底是有意实施的加害行为,还是在拉扯的过程中的自然反应,这取决于事实的认定 张永红表示,公安机关如果以故意伤害立案,从证明责任来讲,公安机关有义务收集和固定打击行为是故意实施的证据 而且,这些证据要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,能够排除这个打击行为是有意实施的合理怀疑 举证责任在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,如果没有达到充分程度,事实的认定还存在合理疑问 按照有利于被告的原则,不能认定构成犯罪 图像15克 word 开启 樱约2克冰图